靠近的靈微 靠近的靈性 靈谷之后 靈情 靈心 靈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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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永远係埋一齊 心心在孤兒院長大 她最好的朋友 就是孤兒院養的狗仔 旺才 旺才肥嘟嘟 眼仔滷滷 每次見到心心 都會好開心的汪汪叫 又跟出跟入 今日下午 心心如常準備好狗糧 打算餵旺才食午餐 咦?旺才咧? 唔見咗咧? 心心大喊 旺才 旺才 夠中食飯啦 她四圍找旺才 最後發現旺才睡了在花園地下 好唔舒服咁 院長先生立刻帶旺才去看獸醫 獸醫托一托眼鏡 說旺才已經二十歲 好老了 狗一老 就會二病 我估計 她應該還有幾個月生命 心心好唔開心 夜晚一個人看電視 不肯跟其他小朋友說話 電視做緊旅遊節目 主持人說 傳說在喜馬拉雅山頂有一種藥 食完之後什麼病都醫得好 還會長生不老 心心立刻上網搜尋 喜馬拉雅山的資料 執齊食物 放旺菜入書包 準備出發 去到門口 居然遇到院長 你這麼急趕住去哪兒呀 院長攔住心心 心心說 我要上山找藥救旺才 院長好有耐性地跟心心講 那些只是傳說 不是真的 老了就會病 病 病了就會死 人又好 狗又好 大家都一樣 心心唔分氣 她唔理院長 一枝箭衝去火車站 就這樣 她們一人一狗 開始了找萬能藥的旅程 她們在山腳租了一隻牛 隻牛背著旺財 心心牽著隻牛 行咗一個星期 終於由山腳行到山頂 山頂有個和尚 心心問和尚 你好 我們是上來求藥的 請問尼道是否有萬能藥 和尚 和尚說 是 請師主過來這邊 她們去到一個公園 入面有好靚的花 有一群黑黑黑黑的 屠嬰 地上面還有隻死了的貓仔 和尚說 和尚說 這隻貓仔剛剛死了無來 地屠嬰好快就會吃了牠 心心既惡然又震驚 說 為何要這樣做 和尚說 這個就是長生不老藥 禿蠅吃了貓 貓的一部分就變了禿蠅 另一部分變了泥土 最後會開花 心心眼濕濕 說 我想永遠和旺財一齊 不想牠變成禿蠅 不想牠變成花 和尚說 人會老 會病 病 病就會死 狗都一樣 無辦法改變 心心好失望 最後和旺財一齊落山 喜馬拉雅山風景優美 空氣清新 白雪雪感 旺財見到好開心 在雪地上面跑來跑去 好像突然精靈了好多 回程路上 心心見到雪地上面多了好多腳印 有自己的 有旺財的 回到故兒院 心心離遠就見到院長在門口 院長好緊張地跑出來 大喊 心心 旺財 你們終於回來了 我好擔心你們呀 心心忍不住眼淚 說 院長你講得對 這個世界根本就無萬能藥 院長聽到都心有戚戚言 他抱著心心 心心抱著旺財 三個抱著一起哭 哭了好耐 幾個月後 旺財病死 院長將他埋葬在花園 沒多久 花園開了新的花 我會永遠記得旺財 院長說 同樣 心心心永遠都會記得 他和旺財去過喜馬拉雅山 好開心 好幸福 雪地上面有過他們兩個的腳印 他和旺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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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去 他和旺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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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去 他和旺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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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去